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了 我有件事想要拜托你 什么事 我的人生大事 失利了 天哪 这个触感也太好了吧 请问一下 是 有练真的有差 实在是太Q弹了 Q弹 对啊 你自己都没有摸过吗 你到底在干嘛 天哪 这感觉实在是太复杂了 怎么会摸起来如此的顺手 顺手 好 接下来还有第二怕 还有第二怕 好 现在又是什么状况 天哪 这个感觉 又太幸福了吧 你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你到底在干嘛 好 我等一下一定会跟你解释 还剩下最后一怕 还有一怕 放 放饭 放饭 完了 真的完了 快了 快了 叶楼莎 你到底在干嘛 没头没脑的跑来我办公室 对我进行全套式的新骚扰呢 还说你完了 你说你到底在干嘛 你信不信我可以告你 我好像 真的被安安说中了 说中什么 你讲话可以有些成因后果吗 安安说我喜欢你 我本来还不相信 结果刚亲你抱你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会有罪恶感 结果我完全没有 我开心死了 我整个人开心让他飞起来了 怎么办 我好像 真的喜欢上你了 我们 先来厘清一下好了 我们先来厘清一下好了 对吧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今天为什么要对我做这些事 我去饭店 跟韩国导演碰面 然后看到你跟一个女的开房间 我开房间 然后安安就帮我分析啊 他说我可以去韩国拍电影 我应该很开心啊 结果我却完全开心不起来 后来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 我喜欢你 然后呢 然后 你也知道我是知识型王妹嘛 凡事实事求是啊 所以我当然要秉持着 流言终结者的实验家精神 亲自确认 这到底是事实 还是我的幻觉 那你有得到答案了吗 有啊 我不是说了我喜欢你吗 天哪 我竟然喜欢你耶 喂 喜欢我有什么不好啊 没有啊 喜欢你很好啊 只是我前一阵子 还以为你跟游元乐是一配 结果 我刚刚在亲你抱你的时候 我整个心跳 都要破表了 心跳破表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啊 比如说你有遗传心的心脏病 可能你心里本来就不准 可能你喝太多咖啡 可能 没有啦 我头好撞撞 健康宝宝OK 你真的很不会聊天耶 我不止心跳破表 我整个人轻飘飘的 就好像踩在棉花糖上面 我都要融化了 那现在怎么办啦 什么怎么办 我真的喜欢你耶 那这样我要去韩国吗 我真的喜欢你耶 那这样我要去韩国吗 我 你好好回答我 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觉得你很好 真的吗 真的吗 我看见什么 我看见什么 走了 我就睡了 夫人 الر细 relieved 艺术 luckily 들�艘 托 Knight